在仁爱区文安里长李隆敬以及台铁公司人员和市议员增继研服务处主任以及区公所人员陪同下 立委林佩祥站在铁道旁边的人行专用道上 网上查看荣安街96项23号住家下方 已经军列和杂草树木重申的边坡挡土墙 里长指出相当担心上方十多户住户以及下方来往火车的安全 因为这个地方当土墙已发现有韬工跟归类的现象 事物常常有崩塌的现象 崩塌到铁轨上面 所以对整个安全性我们真的考虑到住宅会崩塌下来很危险的 这是我们社稷基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可是有常常跟铁路级建议他们说好他会派人来处理 到现在还没有来处理 那现在归类的有点恐怖了 会刊后林佩祥也要求台铁公司赶在四月底之前 先整理好边坡挡土墙上的杂草树木 六月底前进行补墙军列的情况 保障居民和来往火车的安全 安全是交通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那台铁现在公司化之后 针对从基隆到台北这一段算是他们经营的精华路线 需要更妥善的措施 所以佩祥今天跟我们里长跟台铁公司一起办理这会刊 主要就是针对龙安街96项13号到23号之间的边波 目前看起来以肉眼看起来是有军列的状况 而旁边的杂草重生 旁边的树枝甚至有可能会打到旁边的高压电线 所以佩祥刚刚刚跟台铁经过会刊之后达成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个他们会尽快在四月底之前 把旁边不只是只有这龙安街96项20号左右的杂草 跟树枝全部清空干净 保障高压电的安全之外 第二点就是台铁也承诺在六月中旬 会把这边我们看到 他们现在肉眼所看到在龙安街这边所有的规列 全部都把它补齐补足修补完毕 那第三点台铁也知道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们会定期针对所有我们基隆到台北端的边坡 做出定期的检查 来以保我们这边的行车安全跟交通安全 林佩祥强调由于四月底五月初将开始进入梅雨季节 万一下起大雨 把杂草树木和边坡石头掉落到铁轨上面 恐怕将先严重影响进出基隆火车站的火车以及乘客的安全 因此希望台铁公司可以尽快处理 就赶快先处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